所以議員他如果可以發言 是不是現在可以這樣發言 代表一位啦 一位過來 我想尊重一下 沒有 剛才議員他發言 他也不是委員啦 所以剛才機關代表的審判委員 已經發言完嘛 如果說議員可以發言 沒事啦 我想等一下就是委員 他已經提這意見 在回答的時候 現在很快就回答 回答就說 我想我們也給同理發言嘛 所以不要提這個 因為他們講完 他只要不組織住 我們講還有其他移民 看看什麼嘛 我想 我想大家再來就來 請他在那邊說 好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議眾 謝謝委員的寶貴意見 那我剛剛有稍微整理一下 人家如果回答的不是很 委員大家 認為說還要再補充的話 我們 或者是弱掉的部分 我們會再用資源來說 給大家做報告 那我有大概整理了一下的幾個問題 剛才第一個是一個交通 我就是說 對於這個參加那個交通 大家說有委員跟委員說 還有這個 接口的問題 人口的問題 我大概說明一下 我們會將會說 我們是用配套的作息 來控制這些 不管是懷疑 或者是有優待的 老人 後面學生 他們說 做一個 變態的作息 還有跟溜油卡公司 來做一個研究 所以我們大致上 會把所有的人場 我們都是在結益站這裡 來做一個自由 我們結益站那邊有做一個 售票處 也就是大家在那邊買票 然後包括網路登記的 所以我們都會在那邊做一個圖移 那我們場站這邊的話 我們是透過 我們原則上是希望說 這個 我要搭攬車的前十分鐘 我才進到山上站來 所以如果有很多的遊客的話 我們到處上是 停留在這個結益站 或者是在這個七星公園這裡 那結益站那邊有一個餐廳 未來這個餐廳也蠻大的 未來我們會把它 這個是跟結益公司 我們會把它承租下來 做一些給遊客登跟滋留 然後喝一下飲料 比如說時間還沒到的話 就會留在那裡 那有關團客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配套的措施 然後團客的話 原則上都會先由網路來做一個登記 所以我們可以控制說 到底有多少呢 那原則上 因為其他路口的交通通局 真的以目前來講 就已經有比較難複合 所以我們原則上 就不希望大顆車開進來 我們會給他留在這個 旅程關注平田那邊 有一個停車場 還有這個 這個高架下面也有停車場 然後希望 用優惠的方式 給他做捷運過來 避免這個整個一個交通的打擊 那再來就是有關我們三下站的部分 我們剛剛簡報也有講 我們大概控制在 滯留的一個人大概有1200人左右 那我們剛剛有 也有模擬一下排隊的一個方式 我們的場站大概就有五六百人 那外面的 這一個我們有一個木站道的一個 一個一個規劃 也就是寫過這樣上去的話 那會延遲到這個光美路 也會延到光美路來 所以我們有評估過 大致上也不會造成這個人型 人人型跟禮客大家做一個打結 那這個當中 當然我們還會有人來引導 我們還會有工作人員來 來這個 引導這個禮客怎麼樣來做一個排隊 這個是有關我 總結 可能有一些落掉了 請各位原諒 再來就是有關地址的部分 地址的部分 我先說我們也經過兩次調查 然後我們依照我們合約的機制 我們有需要經過第三公尊單位 來做一個這個調查報告的認證 那我們在九十八年 在九十九年 有經過這個台北市土木祭司公會 他開了三次的審查會 那裡面也包括杭照判事 這個董總說我們也都做了 有這些專家來做一個審查 所以我這一份報告 蠻厚的 那因為可能這裡面資料太多 那裡面又接受到很多的專業 所以我想說 大家如果有一例剛剛也有一些委員都有提到 也就是說包括結構也好 地址也好 希望能夠透過一個第三者的一個認證單位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非常樂意的接受 那因為有很多專業的問題不是我說了算 那而且這個專業裡面的資料也相當多 所以剛剛我也有講說他不是專業 可能老師是比較客氣 那我想說會後的話 我們會整理這些應該有一些認證的一個單位 然後我們未來考慮來跟他接下來 是不是來 請他看是不是願意來幫我們做一些審查 然後來避免這個大家對於我們這一些安全的疑慮 我看能不能夠給大家一個比較滿意的答覆 再來第三個就是有關景觀 景觀當然我們是 統三加上我們也有用小飛機模擬 那因為剛好那一天有模擬有一部分剛好氣球不太穩定 後來就只有T2而已 我們T3本來也要模擬 那剛剛既然委員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規劃一下 那希望說能夠有比較詳實的資料可以給委員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多參考 再來一點就是也有部分委提到量體的部分 我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量體已經限縮了很多 那早期在93年版中華部分的量體那更大 那當然這個過去的事情就不要談了 那我們這個從96年提出來的話 也到98年大概有三年的時間 有經過陽管處還有台北市政府 還有內政部 大家都經過大概有十次的審查 所以這個量體我們已經限縮到必要的空間而已 也就是染車還有 染車設備還有一些這個機電的設備必要的而已 那有關這一些什麼餐飲設施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龍鳳谷已經 只是只有一個便利商店的一個面積 因為我們是考慮到 這個有各種是它有它的需要性 就是只是一個便利商店的一個面積 賣一些這個這個茶水 或者是簡單的面包 並沒有所謂的熱水什麼這個都沒有 那在這個陽明站也劣勢 因為這個量體都已經限縮到很小 那山上站的部分的話 也一樣 本來我們九三年版有三千平的面積 那後來因為陽管這邊經過這一個 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也開過會 就是說 到底這個量體面會接受多少 那他們是有提出的就是不要超過兩千七 可是我們現在做的是只有一千四百多而已 那這裡面還包括了公車轉運站的這個 公車的一個必要遊客的這個等候的空間設施 這個量體我特別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已經是限縮到很小 再來就是有關監測 後續的監測 那我們也有去請教捷運公司 那其實捷運公司對於這一次 因為茫然以前的事情的話 所以他們後來增加了很多的監測設備 我們也去跟他討教 所以後續我們有問他說 這一次監測這樣子你們持續監測下來的一個效果 怎麼樣 他們說目前是沒有什麼動靜 可是有動靜他們馬上會反應 所以我們未來監測都會比照貓籃來做 因為貓籃之前有很多問題 後來好像 這一兩年也蠻順的 所以有關監測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跟捷運公司請教一下 那塔樹的問題 塔樹的問題 當然有牽涉到結構 還有上面的一個分數 還有包括虎虎 虎虎當然也是包括在安全裡面 那我剛剛就報告過了 有關這些專業 我們會尋找一些比較專業的廠商 還有包括 好像是 對不起失敗了 白委員還是陳委員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可以跟公園鏈來考慮 這一個可導式的一個玻璃的 通電了以後就看不到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公園接下 看它的可惜性 用在我們奶車上 到底有沒有什麼困難 這些部分我們再來評估一下 那還有就是有關虎虎的部分 虎虎剛剛有報告了 我們從今天就已經開始在做這個檢測 到目前為止應該完成了三季 那這個部分是中國防止協會 熱進入心協會 當然我們委託他在辦 那當然他有跟一些顯著機構的一個結合來做研究 所以這個後續的整個一個 有完整的報告的話 我們會呈現出來給各位委員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我有補充不足的部分 還有對那個湖山里的里長 我這邊跟你抱歉一下 因為上次 上次我去你那邊開會 因為是里長有跟我反應說 他們里面 大家都不知道染色的一個狀況 大家都請我過去說明 我說我可以 我可以過去跟你們說明 那我們大家孫子跟里面 大家來做一個做團會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按照程序來辦的話 完品程序的說明會有一個固定的程序 那如果沒有按照這樣辦的話 到時候也有些問題 所以我才跟里長商量 就是說 我用做團會的方式 所以其他那邊大概有兩個中途 那里面當然提了很多問題 那我們是有緩診出來的 我這句有負責在裡面 你只聽我講話 那這個部分 或許 他怪我說紀錄紀錄部 有些沒有記錄到 我沒有看到紀錄 什麼流客的 那是這樣子 因為那一天還有其他的團體 我們當初的理念是說 我跟土山里大家做個關係 也有很多的團體 已經在那邊談了很多 那所以我是針對你的有益力的部分 來做一個紀錄 那沒有關係 李長我想如果還有不足的部分 我可以再繼續的補充 好不好 謝謝你 那我的補充大概到這裡 那如果有什麼提示的話 這個我想說 我們在用書面文件 是不是 因為一時這樣 我的機制沒有辦法那麼好 全部都反應出來 謝謝各位 謝謝